然後這個這個提案其實是想要跟大家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人類學的博士生 然後在做GIV跟開放生活的研究 那常常會遇到一個平均 就是其實這四個字根本就不知道要怎麼定義 所以我想來這邊集思廣義來做一個協作一下 然後同時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剛說我是人類學博士生 那我同時也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那明年計劃我們有計劃要做一個開放生活的報告 然後會去那個名字可能還要再重新去思考 因為這個詞目前就是定義還是蠻那個 那我們就在想說那它的架構應該是什麼 到底大家關心開放生活的時候是在思考什麼事情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個提案的起源這樣子 那我其實就是想要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我今天來這裡 然後可能就會到處去搜尋大家跟大家聊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播個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來幫我做一些問卷的回答 那同時如果你沒有被我騷擾到 可是你很想要對這個議題有任何那個 提供一些想法的 也可以主動直接上來這個have上面填寫 那這個我先跳到我題目的設計 因為你們會發現我題目其實 如果你們這邊有一些使用過社會學 或者是問卷的研究的 這非常的不嚴謹 因為這題目完全就是就是一些很開放式 然後可能一個問題裡面有很多種可能性 他可能是問很多的題目 但也有可能媒體其實都是同的問題 所以就是各種開放式的問答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第一個問題比較是在問跟定義有關的 但你也可以去想像他的願景是什麼 他的可能性是什麼 所以他完全沒有任何一定的答案這樣子 然後我有放一個例句 大家可以不要理會的例句 譬如說開放政府是什麼 那你可以回答把它打開來 這樣就是一個開放政府之類的 所以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認為他的關鍵基礎或核心是什麼 然後可以是幾個關鍵字 也可以是長片大論或是一張圖 任何你認為可以回答到 你想像中這個問題在問的 你的詮釋都可以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其實我是想要 大家來想像 你對他的疑問是什麼 或是對這個東西 這個詞有的不確定性在哪裡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 會回答你的東西的話 你會想要問他什麼 這是第三個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覺得開放政府跟你的關係 或是你們之間的糾葛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 他只是我的博士論文 所以我們之間是蠻有糾葛的 那目前的話 答題指南 你就可以選擇任何一個題目來回答 然後沒有標準答案 你可以一句話 關鍵字 或者是長片大論 你願意花三個小時 寫一篇作文的話 我非常開心 謝謝大家幫忙這樣 然後在這個黑配上的留言 會用CC5的方式 所以麻煩你像我這樣 可以用名字 然後來填寫一個答案 可是如果你希望匿名回答 或者是你看到上面都空白 你很害怕回答 覺得只有我答了 有名字很尷尬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個Google表彈上作答 那這個Google表彈上答案的話 我會直接騰過來 會用匿名的方式提供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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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